欢迎收看全球聊天室 我是Gino 王贤瑜 我们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她这一次 好 等于是冒着 几乎是极大的安全威胁 她在今天晚上就要抵达台湾 来进行一个historic 一个历史性的一个造访 一个访问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 中华亚太经营驾动协会的 秘书长王志胜博士 要来为我们好好解析 这一趟裴洛西她的亚洲行 教授你好 是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老师 我第一个想要请教就是 我们知道这一次裴洛西 她来台湾 当然真的是不顾 名副其实的不顾北京反对 而且是面对中共的压力 但是即便如此 她访台的意志还是很坚定 所以请问 佩洛西她这一次来台湾 老师你觉得她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很多人都把她认为说 这一次的整个佩洛西的亚洲行是她的所谓的毕业 但是这个讲法也没有错 确实是她这个强达将近这个五六十年的这样子政治生涯当中的最后五次 这个综艺员的 综艺员的身份 没错 这个竞技亚洲行就是一个 所以她有她自己所追求的力士价值 力士定位跟她自己所追求的价值 这是一个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big round 那而事实上你会看到说我往前看一点点 四月份的时候要不是她确诊 那个时候她就已经很坚定的要来到台湾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不止佩洛西 我相信很多的国际的政治人物 包括刚刚过世的安倍 都有一种她认为说她如果对于民主信念 延迟的话 对于所谓抗中有一定的样子的一个立场的话 她就应该到达台湾来展现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跟立场 我像佩洛西如此 刚刚过世的安倍也是如此 那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跟立场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被撼动的 那所以不用说北京刚刚前面一系列讲的 一系列的文攻武克 让佩洛西充满了人身安全的威胁的情况之下 她还是毅然决然而来到台湾 那包括拜登也很无奈的讲过 她就是国会议长 美国的抵制就是鼻子 她也不可能说拒绝 或者是就是抗掘佩洛西来到台湾 那如果再往前讲一点点 其实我相信在这一段时间 大家关注佩洛西 也会关注她过去的从政的历史 特别她在这些外交上的历史 我看到说 她就算90年代八九千二名事件之后 到达中国 她也是不会因为她人在中国 就这个曲谷 或者是改变她在这样的一个文明主的天性的价值 那有这样很有价值的历史上 就看到她到了中国之后 拉出那样子的一个固调 来对中国示威抗议 所以我相信从90年代开始 就是这样的佩洛西 比如说过了30年 这个意志会改变吗 面对中国更穷兵独义 她的意志可能更坚定 反而这样还是老大大 更立场坚定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 所以反此种种 我觉得都决定了 佩洛西 她这一次不畏任何的威胁 毅然决然 也一定要拿到台湾的决定 其实刚刚提到说 这个美国 她因为她是三权分立 新政立法司法 这样我想到说 其实我在新闻上看到说 你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吗 每一次只要台美有任何的交流 赵立坚都要跳出来刷个存在感 于是呢昨天她就在这个 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 她就说什么 她除了说什么 拭目以待 就是如果佩洛西来台湾 我们拭目以待 二话讲得很呛 但是她还犯了一个很基本的错 就是我记得她在她的 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 她说什么 希望拜登让佩洛西不要来台湾 我昨天看新闻看到这边 我真的当场压惹 我说你是 我就想说 你身为中国外交部发言 你难道不知道美国总统 没有权利要求国会议长 不要来台湾吗 就是照着一间脑袋 在装什么东西 好 Anyway 中国像是我们知道她出动的 两艘航空母舰 从北跟从南的 类似在往台湾的方向 在那边游移 对 这么大的动作 到底 他们是真的会因为 佩洛西访台之后 有用任何形式的武力 侵犯台湾吗 基本上我把结论先讲回来 基本上不是这个叫做颈紧锋 但是不冲突 紧锋但是不冲突 对 然后插枪但是不走火 哈哈 插枪 基本上我 对对对对 但是不会走火 那我相信基本上你讲的对 就是说在裴洛西要来这件事情 在这个全世界知道的时候 拜习惟还是到场的 这代表什么 我一直认为拜登跟习近平在裴洛西 要来这件事情 是有一定程度的相互量级 这个相互量级就是你刚刚说的 我会表达我的立场 对 我会让台海情势可能会轻松 我要把枪插一插 但是绝对不会真的起到军事冲突 真的不会发生 就连2001年 那样子的所谓的美中在这个南海上面 上风的这13的军事冲突 都不会再发生 我看法是这样 但是怎么样 那怎么插枪呢 那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包括他五个相关的这种 一旦的军事演技的这种公布啦 禁航区的公布 然后包括黄海 渤海到南海一系列 可是那范围都很小 你看跟台湾讲其实没有关系 他就是要让军军动筋 表现说我们是有在动的 我们是有在关注的 透过这种军事 你说动客嘛 半动客的方式 来彰显说 其实这个议题 涉及到我们中国的问题 可是这样的说法 你与其说他是对美国嗆声 在我看来就对于中国内部 这种高涨的民族体育情境 要做交代的可能性 可能更高一些 所以我觉得在这段时间 大概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甚至包括台湾民众都非常熟悉 中国第一网红狐习近 这个一下呛说要半飞 一下呛说要飞越台湾岛 一下说要急落飞机等等 我都开玩笑 讲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会不会做类似的动作 会 半飞当然会半飞 但是多远的半飞 你是在旁边飞 还是在中国的这个相关的航空识别区里面 远远的看着飞 这也是半飞 所以说他必须做出直派 但是不能走火 也不会走火 这边我真的真的好奇是 美中关系在现在 呃即便拜席会之后 但现在又有了培洛西来台之后 美中关系接下来是不是会 短时间内应该就是会维持紧绷下去了吧 嗯我根本就这样子啦 就是说呃 本来拜席会就已经界定了 美中关系就是竞争合作对抗三分 那我觉得当然这一场 这个培洛西真的来的一个状况 会让本来美中可能在 美拜席会当中讲好合作的议题 包括公共卫生 包括了这个相关的反统议题 包括了气候变迁 可能中国就会缓下来 不过其实我我个人认为 对中国来讲 他本来就要缓下来 因为在他目前这个段时间 到年底之前 他唯一的事情就是20大 所以缓下来也是刚刚好顺其 不然就不要有任何的节外宣誓的可能 对对对 所以你跟美中关系维持一些 张力紧绷的状况 这个时候会持续下去 那包括台海 我也估计在20大之前 因为裴托西的事件 台海会有过去更紧绷的现象出现 但是我还是讲 那就是不断的擦墙 不断的 不断的让这个情绪累积到20大 让习近平可以顺利的登机 确认好之后再回复正常 我大概会是这样 因为现在民意可用 他需要这股民意 他需要这个东西 那所以他必须要展现成那样的一个强势的方式 的确如此好 那感谢老师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我们要继续请教的是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军舰这些大动作 中共会采取怎么样的其他行为专门对付台湾 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全球聊天室 我是Gino 我们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将会在稍后抵达台湾 降落在松山机场 那现在呢我们特别视讯访问的是 中华亚太经营协会交流的 交流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博士 那上一段博士我们已经讨论到说 裴洛西他来台湾对台湾的影响 以及中共他采取的这些军事的行为的目的 是为了什么 其实就是严 那再来我们要问的就是说 好假设今天中国我们认定 他应该是不会飞弹打过来 好他不会武力攻台 但他总是会有别的手段 所以其实像是中国的海关总署 在昨天突然again又是突袭式的 对台湾的一百多家食品 说说禁止进口 这大概就是 这应该是报复手段 而且这恐怕是第一波 而不会是最后一波 老师你觉得呢 是没有错 就是说很明显 他就是一个包覆手段 那就如同刚刚有什么提到 就是说基本上裴洛西来台这件事情 牵扯到的是美中台三面 我们刚才讲完了美中 美中刚刚就讲的这个 基本上就是擦枪而不走火 紧绷但是不会冲突 这样的状况 可是中国他不可以只有对美国有这样的态度 小本红们他期待的 这个习近平还是要对台湾拿出 我要看血流成河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这个 对这种所谓的以美谋独的这些人 还是要做什么 那怎么办 可是事实上中国的工具 箱当中的工具其实非常有限 鼓励你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 你只能非只能不断的招扰 我们也不可能真的有这样直接的冲突 那外交 其实你说台湾的外交的邦交国 当然我们是很辛苦的在运行邦交国 可是在这一段不断的被中国打压的过程当中 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全世界的工具来支持你 所以邦交国要被再去拔除 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那接下来剩下什么 剩下来就是这种所谓在经济上的报复手段 希望透过经济上的报复手段 一方面让台湾部分的民众感到对政府的愤怒 那二方面他也可以透过直接经济的报复手段来讲 以最小的成分 来对他的内部达到最大的影响 所以这种在这种深夜当中突然间宣布进去 反过这样食品的情况其实也不足为奇 就跟之前的水果是类似的情况 石斑鱼啦 凤梨对 不过大家就会讽刺中国 你有种做对台积电下手看看 对啊 柿子挑软的吃闹这样的 你只会乖乖下手 其实不太透盗 所以这样的情况来看 我承认他说是他不会是最后一波 他是第一波 但是也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北京对台湾 其实只要我们自己坚持 住国籍现状 不挑衅对一个和平的立场 其实北京台湾他其实有一点不可耐 他只能用这种技术性的杯葛的方式 来所谓对台湾进行制裁跟报复 我们当然会觉得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都是一种恶霸的行为 但是基本上你也会看到说 那北京他也处于一个 就是欺辅人家的状况 他不做不行 他做了太多优 对对对对 也就也就是如此 那只是让台湾比中国越来越 我相信对于台湾的执政当局来讲 这是个围基也是个转机 围基就是台湾的 好比说农民 这些业者一定会感受到 因为中国市场很大 没有中国市场 这是绝对是会痛的 但是执政党就要做好 就是他必须把论述讲清楚 让他知道这中国是是凶手 好不要把这些事情灌到这当局 凶手在中国 那以及第二个就是 当然可以趁这个机会 多样化你的市场 不要都把鸡蛋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 这变成维基也是转机 好非常感谢老师今天为我们的解析 那接下来我们要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我们想要看的是 加州的出走潮 因为当地沉重的生活压力 让加州人他们现在是前仆后继的 往南逃到墨西哥去 等于赚美国薪水 花的却是墨西哥的消费 这听起来超级棒的 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马上回来 美国还有墨西哥边界的移民潮 想到这个我们第一个想到的 绝对就是墨西哥人 他们也许合法的 也许偷渡的 想要进入美国 为的是要过更好的生活 但是你知道吗 现在在美国 加州既然也有越来越多的 美国公民 南下移居到墨西哥 为的也是要过更好的生活 过去三十年来 其实加州的人口 一直有在慢慢减少的趋势 那主要原因就是 荆州居大不易 加州的房价 还有生活成本 本来就在不断地增加 然后到了COVID-19疫情之后 催生了远距工作这个文化 那这两年来 远离加州的人口 就更快速地增加了 光是2021年就有36万人离开加州 这真的是堪称一波逃亡潮了 那除了迁居到他们到哪里去呢 还不说再往南 有人到德州去 有人到华盛顿州 在西北角那边 另外还有在亚利桑那州之外 又为了确实就是要去过比较有品质 又负担得起的生活 很多美国人干脆就在这边 他们跨越了国界 搬到墨西哥的这个 下加利福尼亚州 也就是1848年那个时候 墨西哥在输掉了美墨战争之后 他们成功留下的这一小撮 没有割让给美国的 这个所谓的下加州 那甚至还有很多的美国人 他们住在墨西哥 然后每天通勤到加州上班 Everyday 这样等于零美国的薪水还不错 但是在物价低廉的墨西哥消费 所以你的日子 可以过得非常的惬意 但是这也导致 Gentrification 世神化 墨西哥某些区域的房价上涨 让当地人很感冒 所以虽然说来者是客 但究竟这一波 美国人移民墨西哥的移民潮 是福还是货 我们一起来看这次报道一起掌握 说到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移民潮 一般多半认为是墨西哥人 为了改善经济 千方百计要进入美国 但很少有人知道 也有很多美国人 为了同样的原因移居墨西哥 越来越多人离开步调繁忙的加州 到墨西哥过比较悠闲的日子 最主要原因就是在加州生活太贵了 根据美国一家金融公司的调查 生活在加州的成本高居全美第二 仅次于生活在夏威夷 给我们两个人的房子 赶纳入一项 一项 年龄 四个人 我家 这部其中央 轿上 就是 公司 你能够用 普通 就是 每个人的費用 of COVID-19 and the pandemic before the vaccines. So our rent is about US$850 a month which includes two bedrooms, three bathrooms, a music studio for David, We have a pool and a clubhouse area. 24-hour security with a guard at a gate. Going from a one bedroom where we were like, on top of each other to having different spaces to work has been like,life-changing. 加州的房地产价格逐年飙高 而且一屋难求 当地住宅开价的中位数 已经接近80万美元 2021年第四季 加州只有四分之一的家庭 负担得起这个价格 这里在Maha 我们提供一个更高的选择 更高的价格 很多人经常说是 我们有更好的生活质量 没有汽车 有晨曬的日子 有美丽的湖 加州的法定最低时薪是15美元 而墨西哥基层劳工一天的收入 大约只有8美元 也就是说在加州工作一小时的所得 到墨西哥要劳动两天才赚得到 我们也想说我们能看得到 我们有幸福和幸福 能赚到金钱 或花到金钱 所以我们也认识 这就是一个很厉害的责任 我们感到非常感谢 在这里而可以做这些 医疗也是很多美国人 牵居墨西哥的主要因素 美国每年人均支出的医疗费用 高居先进国家之冠 在2018年已经超过1万美元 研究更显示 美国的医疗品质在全球人均收入最高的11个国家中敬佩莫作 我做了医疗工作 美国是担保我的咖啡 我去到辖医疗 我去到辖医疗 我说我没有钱 我实际上需要的医疗 我在美国在第一个训练 我做了医疗和医疗医疗 我只能够充足摄医疗 我的医疗医疗 我的医疗医疗和医疗医疗 我通过医疗医疗和医疗医疗 我曾经得到困难医疗和医疗医疗 我感觉很严重 很容易接触这种东西 我认为我没有得到医疗医疗医疗 因为他们在美国的医疗 我们幸好可以做这些东西 COVID-19疫情让远距工作成为常态 很多人因此不再需要住在大城市 扩大了美国人移居墨西哥的风潮 疫情真的改变了动作 因为美国的医疗 在美国的医疗医疗 在美国的医疗医疗 罪犯率 政策 人们在加州都不愉快 都想到美国的医疗医疗医疗 突然想到 如果我能接受了帮助 我能在美西哥 住在高栖 在子女的医疗和添河 去歇发我的工作 乐观 这里是墨西哥提瓦那 通往美国加州的边境口岸 每天有二十万人在两国之间通勤 很多美国人住在墨西哥境内的夏加州 到美国境内的加州上班 健身教练冬尼史密斯 就是住在夏加州的提瓦那 每天通勤15公里 到加州圣地雅各工作 墨西哥的房仲也發現 想在當地買房的客戶增加了 但是他們不見得是想移民墨西哥 買屋只是為了度假或出租 但不少美國人來到這裡 用高於市場行情的價格買屋或租屋 讓當地居民被迫遷離 某些城市現在變得太貴 因為最多的時間 人們在買這些房子 買這個房子 或者買一個房子 都可以做到 因為他們在美國的錢 或是在外面工作 部分美國人無意取得墨西哥身份 只是拿臨時簽證住在當地 他們遠距工作 繳稅給美國 卻不必繳一分錢給墨西哥政府 但是墨西哥官員對於觀光簽證過期 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許多人認為 只要這些美國人在墨西哥消費 對當地經濟仍有貢獻 我感覺我真的覺得 國有錢進去 那些錢進去 幫助建築我們 建立 Krie用國財 是否造成的 成長的財商 金錢進去 那些錢進去 那些錢進去 它們非常重要 我們要保持 安全的財政 我們會做到 在香港的財政 在比原來 香港大部分 公共產業 非常重要 我們處理 讓我們 在財政 雖然美國人移居墨西哥 為墨西哥的發展帶來貢獻 但速度太快 加上建材的供應鏈問題 導致房屋供不應求 這當然是墨西哥的墨西哥增加 但也會墨西哥的下加州 而在墨西哥的夏加州 近來對於房屋的需求大增 也可能讓更多人因此無家可歸 我們有很多公司在這裡 有20年多的工程中 加州政府為了緩和居民的出走潮 已經開始建造平價住宅 2021年9月 加州州長紐森簽署法案 要撥出220億美元的巨額預算 用於興建平價住宅 以及解決無家者的安置問題 逃離加州的不只中產階級 越來越多科技公司 與新貴富豪也開始出走 有人開始擔心這種現象 可能衝擊加州政府的稅收 因為在加州排名前 百分之一最有錢的富豪 所繳的稅金 就佔了加州個人所得稅總額的一半 一旦富豪出走 導致稅收減少 可能讓州政府未來削減服務項目 對於這波美國人 前往墨西哥的移民潮 許多人有不同意見 nost圖賺口 於新貸商 賤買到新財 testimon ransom 也賤買到新財務 莊富豪 喎會 人們仍然會想要來這裡 更多 我沒有看到價錢下降 很快 有很多人去做這個 嘗試這個 都會回家 在90天 有些問題 所以這個回復率很快 儘管如此 當前從加州出走的居民 仍然有增無減 而墨西哥市場開著大門 歡迎這些美國人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全球聊天室 每一天我們都會為您蒐集 來自全球的焦點話題 我是軍人王顯瑜 我們下次見 中文字幕廣播室 喜歡嗎?